Welcome to IT Handicap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在这个Tutorial,我们是第十一个Tutorial第六部分的第七小节 那我们要来讨论这个EO Return,还有我们的TestCase Source 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 那一样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第七个部分呢,我们就copy一下 我们第七个部分呢,copy一下,copy到这边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copy到这边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按Ctrl 序的B一下 我们让它B一下 它左边会产生这两个Mether,然后这两个Mether又会产生 这些值Mether 那值Mether的值呢,我暂时不打开给你看 那我暂时先把它隐藏起来 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首先7.1的部分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来自于 好,我们要去,这个TestCase Source呢,它会去呼叫我们这个Data03这个class 里面的 这一个东东 那这个东东是什么 这个东东呢,我们就来这里面找 好,这个东东原来是一个Method 然后这个Method呢,它会Return iNumerable 好,就这样子 好,那这一个Method呢,它会Return iNumerable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Return这个东东 那我们来看这个东东是什么 那这个东东呢 会Return这个 好,那这一个呢 是 也是Return iNumerable,它的差异是什么,它的差异是,这边是有eoReturn 这边没有eoReturn,这边是使用 直接Return一个List,这边则是eoReturn这三个东西 好,那我们现在了解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是有eoReturn的Method 这个是没有eoReturn的Method 好,那你当然你这边可以把它改成Nameoff Nameoff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 所以呢 它呢 会产生 它会产生什么东西呢,它所产生 其实也是产生于 这三个 这三个东西,所以就326,432跟5420 那我们实际上来看一下 这个是有eoReturn的 对,你看这个是有eoReturn的 那它所产生的是什么 它所产生的就是326,432,54210 就是跟我这边所写的一模一样 那这个呢 所产生的是没有eoReturn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用这个东西 它是使用 没有eoReturn的这个Method 好,那我们看没有eoReturn的 它就是3412 然后 4520 然后再次 5630 你可以看到 它呢就是刚好就是对应这三个 好,那我们接下来right click一下 然后来run select test 那下面这个三个都通过 然后这个呢 有没有通过 好,这个三个也是有通过 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你不管今天是使用eoReturn 还是没有eoReturn 基本上呢 你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哪一个比较好的 就看你自己 需不需要eoReturn 那有一些人可能 他的case是需要eoReturn的 那你就写有eoReturn的 那有些人的case是不需要eoReturn的 反正呢 他都会 把这个test case source 转换成 像这个 会转换成三个test case 这个也是转换成三个test case 所以基本上 从写法上面的差异是没什么问题 那就要看效率的问题 那就要看你自己想要怎么写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